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阵波尔图的赛后表示 这是一个艰难的消息 我希望国际足联在所有联赛中 所有球队的10号球衣都能退役 这将是我们对马拉多纳最好的敬意 对于足球界来说 它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损失 曼城主教练瓜迪奥拉贝问及对这个消息的反应时 他告诉记者 一年前我在阿根廷看到一条横幅 上面写着 别哥 无论你做了什么 重要的是你为我们做了什么 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 他让足球变得更好 1986年 他为纳布勒斯和阿根廷队所做的一切 令人难以置信 安西巴 并代表曼城队 给他所有的家人一个大大的拥抱 利物浦主帅克洛普 回忆了他第一次见到马拉多纳的情景 并称赞他是一个令人感动的人 我有幸见过他一次 马拉多纳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球员之一 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足球运动员 无论你去哪里 人们都会为他疯狂 这并不容易 而他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百分之百 但我会想念马拉多纳 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球员 令人难以置信 他向我们所有人展示了什么是无限可能 作为一名足球运动员 我们与我们所有的局限性斗争 无论是技术 耐力 态度等等 你不必是身材最高的 你不必是训练中最忙碌的 你不必总是准时 但你仍然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球员 他非常热爱这项运动 当你看他踢球的时候 每一秒钟你都能看到这一点 即使在热身的时候 他也很特别 这篇足球新闻播报完了 我是小翔哥 欢迎点击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